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23日,是臨時失業人士的好日子,為何這麼說呢? 因為可以申請臨時失業支援,對於失業及失去收入人士,但未能提供證明文件 政府出了一份個人新術書的表格 在這條片的描述會有連結,大家有需要按進去,應該要下載寫完,用手寫的 內容就是這些,大家自己看看 申請人的姓名、身分證號碼,未能提供失業及失去收入證明文件副本的原因 公司已經結業了,雇主沒有簽罰解僱文件等 但是就說明了,虛假陳述是刑事罪行 我們直接進去網站看看 進入去TUR.gov.hk,我這條片的連結是在描述的,就要聲明的 所需文件,所需文件是甚麼? 所需文件,所需文件是甚麼? 剛才說了,最後最入期的證明文件,證明不到個人新術書 大部份是個人新術書 大家都說得正確 已經解決過個人新術書 對個人新術書 有兩款的連結在我的描述 這款是工作日期、收入等等 這是新術的未能提供就業收入等證明文件 要作出什麼聲明呢? 就是這些聲明了 10月1日起,通常居住在香港 不是縱援人士 沒有收過第六輪防疫基金以下措施的 ABCDEFG 第四 會收SMS 有時送到垃圾郵件上 大家要查一下,如果提供電郵的話 是否同意,授權僵職金、售託人 向政司提供資料等等? 無寸謀現時僱主虛報就業或實業情況 以獲取計劃的資助 有時送到垃圾郵件下措施的資助 有時送到垃圾郵件下措施的資助